秀林香 袍蒲葛格文化健康站办理上半年度的成果展 而今年度母语教学方向 而是由长者教长者的方式来改变以往的课程 而同时也结合了秀林香卫生所办理的共食共餐 让长者们吃出健康 而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来购置健康器材 要提供部落长者快乐学习的好环境 秀林香 袍蒲葛格文化健康站办理上半年度的成果展 则是展现以往不同作风 今年度母语课程则是邀请部落长者们来教导部落长者 指导教学 让互动模式变得相当活泼 赵副员 崔亚树表示 在计划主持人 协会总干事和赵副员的脑力激浪之下 提供多样学习环境 就是要让大家活得健康又快乐 我们这边比较注重我们长者的是延缓失能课程 还有精头脑课程 再来就是我们母语教学 因为我们现在最新就是长者教长者 而不是由赵副员教长者 所以这是我们最新自己所想要的创新的课程 那在上半年我们除了做这个三个主题的课程以外 我们还有连接到我们亚洲水泥 在接下来6月30号 我们会去做自然生态 蝴蝶园区的导览解说的课程 那也是由我们长者 那同时也是4到6月的庆生会 那很高兴议员代表村长都很支持 很鼓励我们文件站的做法 那接下来下半年度我们还有新的课程 我们也希望议员代表都能再次支持与帮助我们 协助我们 在我们在8月的时候有办整个部落的爸爸姐活动 因为在我们协会这边 都还没有一次都还没有办过爸爸姐的活动 那比较注重妈妈 所以在这边我们今年度妈妈姐没有申请 那我们在爸爸姐 我们是虽然是文教运动协会来申请 可是我们是整个部落让大家一起部落的居民一起来参加 在这个8月19号爸爸姐的活动 那除了爸爸姐活动 那我们文件站的课程 我们还有连结到我们再次跟我们修林乡卫生所一起参加 我的共餐 我的公食的课程活动 因为长者来到文件站 吃是要吃出健康 而不是吃出多 吃多不是健康 反而是吃吃出营养才是最最好的 所以我们会跟我们修林乡卫生所一起搭配 来做我的共餐 跟长者一起哦 不是照服务员去选顺 是我们大家长者一起来跟着我们外单位一起来学习我的共餐的课程 协会安排了谈谈香草课程 让部落长者们在疫情之后 从最基本的认识香草植物 种类以及使用方法让大家沉浸在香草世界里 赵福远处来说表示 现在也向中央单位争取前瞻计划来改善 文化健康产生的生活环境 同时也构置适合了长者的健康器材 让大家在学习当中能够更加舒适 记得喜欢我的频道